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西总兵 大明的一条中勇好汉 一 周玉吉是东北人锦州卫人 少年时就有用力 喜好设计 成年后 他入了行业 每次打仗都冲在第一个 即攻城到了金营游击 金营的其他将族 大多是有钱有势的贵族子弟 看不起性格质朴的东北汉子周玉吉 周玉吉却对他们说 你们都是顽固子弟 平时和不恋恋单种 不然日后怎么能当大敌 得到的 却是一阵讥笑 周玉吉的一生都在打仗 他打过后击 打过张献忠和罗主才 也打败过李自成的一部 血战数年 击战功升至赴将 崇祯十五年 一六四二年 周玉吉当上了山西总兵 升到总兵自然是好事 但是周玉吉却没遇上吉时 李自成已经把三秦和河南搅了个底朝天 山西作为北京的西部平长 是避战之地 第二年 李自成大军渡过黄河 取到山西进攻北京 闯王军队一路始如破竹 山西各郡县的地方官纷纷现役投降 徒 李自成始如破竹 唯独周玉吉不降 他率领四千兵力 坚守戴州 斥杀劝强的叛将 固守城池并前兵出击 接连三天阻击李自成大军 中英兵少十计 退保宁武 李自成对这块硬骨头恨之入骨 新率大军追到宁武关 二 宁武关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关隘 宇亮门关 天头关称为山西三关 地势显耀 自古是兵家必争之计 李自成大军将仅有四华里的宁武关团团包围 对着关内大喊 五日不降城 扶齐城 徒 宁武关城头周玉吉咬紧崖关 帅领数千残军均守了七天 李自成军有土炮 炸药 于次将城墙轰他一块 却被民军立刻修复 再轰他再修复 始终打不开缺口 周玉吉还派老弱士族出城迎战 又引农民军进城 关上城门 埋伏的精兵四出 将其全部歼灭 深惊百战的李自成一度萌生了巨异 打算绕过宁武关 被布下劝住 到了第七天 李自成都帅氏族前赴后继 死者跌了数众 冲于攻破了城市 周玉吉的手下死伤殆尽 他独自骑马向战 拔却了腿 又徒步血战 手杀数十人 徒 连环化中的宁武关之战最终 身披盔甲的周玉吉 被弓箭射得像刺猬一般 被前后大骂不屈被杀 十年四十四岁 周玉吉的夫人刘氏同样很勇气 他带领几十名妇女具 守在山顶的宫线 在屋顶放箭 最后被农民军纵火焚尸 何家尽死 徒 经据别母乱箭中的周玉吉夫妻 最后 农民军说道做道 遂途宁武 应又不宜 三 号称百万的农民军 花了七天才攻下一座小小的宁武关 死伤数万人 李自成大为沮丧 召集众人商量 宁武虽破 但将士死伤太多 从这里到北京 还有大同 杨河 宣复 居庸 都有重兵把守 倘若都如宁武一样 我的士族还能有活路吗 不如撤兵回西安 以图后举 当夜 李自成做出了明早调头 回陕西的命令 不料 半夜里大同总兵江湘和宣府总兵王成印的将表送到了营宅 李自成大喜 改变主意继续北伐 抵达居庸关时 总兵唐同开门投降 图 大明的天下毁于一大批将将宁武一战过后 恐为北京的层层显观要塞全城了摆设 所有将领不战而降 致使李自成大军一路长驱直入 比进北京 这以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李自成兵不血刃占领北京 崇祯皇帝自以眉山 大明王朝就此灰飞烟灭 宁武官的血杖 农民军心有余地 在行军途中 士都经常说 别的地方如果还有一个州总兵 我等怎么能到达这里 南明福王朱游松即位后 邓周渝吉太保 是中午列四经中词 三 周渝吉死得很惨 明史记载道 贼神之高杆 从射杀之 赴伦骑肉 肩膀在高杆上 乱剑射死 接着用刀子在尸体上割肉泻恨 由于周渝吉的顽强抵抗 其一军死伤惨重 痛恨残杀的可以理解 但是 对于大明 周渝吉是个中义两全的大忠臣 周渝吉死后 后人将其尸还葬于宁武的东门外 历经了三百多年后 1996年4月 宁武县政府因火车站扩建 将木牵制成为华盖山山路 一幕时 周渝吉的部分一海出土 有头骨 骨骨 盆骨 土 出土的周渝吉头骨和盆骨最让 人惊异的是 在他头骨的枕骨部位 赫然有一道长达13厘米的刀切痕 牙齿则只有四颗 结合史料来分析 周渝吉死前因为不屈大骂遭到了毒打 导致牙齿只剩四颗 乱剑斩身后 最后被头上一刀致命 将军百战死 周渝吉可谓死得其所 在李自成大军一路始如破竹 官军轮风而降的过程中 周渝吉是一个耿直的汉子 他不懂所谓顺应潮流 不像他的同僚江乡 王承因 长通那样聪明的不战而降 此后他们又再次聪明的投降清军 他只知道报效大明 有死而已 图周渝一幕四百年来 人们忘不了进北小城里 一个将领的孤中死斗 用一首清朝学者 卫相书的七律结束本文 调周总兵大呼高地出城影 三百年来此一身 仗下头劳多战士 军前八指是孤臣 我是不愧真男子 怀下曾本有妇人 若是将军尤为死 会忙那敢进忠臣 参考资料 明事 宁武府之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zy